弟弟,入火場,記得小心點 知道了,大哥,我會小心的了 警方說會聯同消防署調查火警原因 如果有刑事成分會跟進 這一場火警,燃起了我服務社會的練頭 所以,我決定投考警隊 我記得淘大工業村埋尾倉大火一件事 當時我在銀行上班 而我弟弟就在消防署做消防隊長 那天我看著大火的新聞 知道他會去火場幫忙 我叫他小心點 我除了很敬佩消防人員 救急護人,拯救生命的使命感之外 我亦都見到消防和警察合作做救援的工作 就好像我們兩兄弟那樣 所以,我決定投考警隊,成為督察 多完成訓練之後 收到自己會派去收貿評分區駐守的時候 那一刻,我好興奮 因為弟弟當時住在觀塘消防局 我覺得是緣分的安排 令到我們兩兄弟可以有機會一起處理案件 令我深深感受到消防和警隊就好像兩兄弟那樣 工作上環環緊扣,合作網絡 我是香港警務署督察潘崇禮 我是香港消防署消防隊長潘崇禪 我們是兩兄弟 我們是兩兄弟